蔡蘭近日再次發表對飲食的見解 指出西餐中最原汁原味的調味料只剩三種 分別為廣稱劫汁的吾斯特醬 以及美極醬油引起網民討論 蔡蘭近日再次發表對飲食的見解 指出西餐中最原汁原味的調味料只剩三種 分別為廣稱為劫汁的吾斯特醬 以及美極醬油引起網民討論 當中表示眾人均以為美極是中國人發明 但其實是瑞士製造 更不解美極如何跟醬油拉上關係 指出其大受歡迎只因美極的原料包含了美晶 亦因如此天下的醬料其後都非加美晶不可了 不少網民經蔡蘭描述後紛紛表示驚訝 並一起討論此三種醬汁可如何入贊 1. 吾斯特醬 吾斯特醬 蔡蘭評論西餐最原汁原味的調味料只剩下三種 當中包括一種名為吾斯特醬 吾斯特醬 有廣稱為傑汁的英國黑草 而世界上最著名的是英國李派林伊佩倫 有接近185年歷史用近30種原料 被廣泛使用於中菜之中 有網民指出傑汁傳到上海後除文化差異被改良成辣醬油 並一直大受華人歡迎至今為中菜館常見 去多上海菜中都會使用辣醬油調味 2. 辣椒仔 吾斯特醬 另外 吾斯特醬也是蔡蘭評位最原汁原味調味料之一 始於1868年 足美國商標彈原料用墨西哥致命小米椒 事實上 吾斯特醬於香港別稱為辣椒仔 現全球只有一個位於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的工廠 雖然工廠每日可生產約數10萬坪吾斯特醬 但完成一貫吾斯特醬卻要養足3年 十足一門工藝池的 3. 美極醬油 麥芝 最後 蔡蘭指出產自瑞士的美極醬油 麥芝也是最原汁原味的西餐調味料之一 但其實不認為美極跟醬油拉得上關係 味道極怪 而且原料含有Mummy 而以Mummy即是微精 翻查網上資料 美極於19世紀創立 後來於1940年代被著巢公司收購 成為旗下品牌 然以於全球各地均可見其蹤影 4. 番茄醬ketchup 雪到番茄醬ketchup 許多食物歷史學家都將它神秘化和複雜化 都越是中國人發明的 裏面含有魚 自古以來皆有此象 我有點懷疑 到底番茄是外來品種 不然怎麽會加上番茄 相信洋人的印象來自魚腦 與此物無關 而番茄的種類最多的應該是意大利 ketchup則只是一種大眾化又便宜的美國東西 到了意大利就能看到番茄醬的真面目 各戶人家把熟透的番茄殺開在一張石穿上 鴨扁和日曬成醬 這應該是最正宗的料 美國人把什麽都大眾化了 番茄打成糊 加大量砂糖 就發明了Hines tomato ketchup 你吃到的只是甜味和酸味罷了 因為西餐中的煎炸做法單調 就拼命下番茄醬 燒烤也用同樣方法炮製 味道變成都差不多 還是去意大利吧 它們做的Napolitan加了番茄醬 一日進口就醬在地中海嘗到海鮮味道 久久不忘 有料意大利現熟現收成的番茄醬 再也不會去買ketchup 只能在意大利超市進貨料